中国女排为何总输意大利?我们差咱呢,翻身仗又要如何打?30-3-2019。 这两年意大利女排似乎成了中国女排的克星,自2017年中国女排在国家联赛昆山,战衣靠朱婷上场就活战胜意大利女排之后就再也没有击败过她们了,去年世锦赛上,意大利女排更是两次击败中国女排闯进决赛。 目前中国女排确实没有太多办法和意大利女排抗衡,那中国女排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输给意大利队呢? 第一点就是中国女排跟不上意大利女排的速度。 近年来欧美球队都在加快进攻速度,意大利女排是最早把亚洲的快速多变打法,融入到她们的高举高达体系里面的,所以意大利女排和巴西女排有点像,高快结合,技术全面,属于有速度有力量的球队。 中国女排这些年球员的身高是上去了,但是不可避免的速度就下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加上身体条件天生的差异,所以我们的篮网跟不上意大利的节奏,这是球队输球的一大原因。 第二点就是爱格努的强攻我们没有太多办法医治。 李约奥运会之后,爱格努就正式成了意大利女排的进攻核心,说来也怪,爱格努一遇到中国女排就特别兴奋。 2017年爱格努进攻失误还比较多的时候打中国队就很来劲,中国女排目前六连败于意大利最值观感受就是对爱格努进攻没有太多办法。 去年世锦赛爱格努还在半决赛对阵中国女排时创下了世锦赛单场最高得分记录,爱格努扣球点高,力大,速度快,近两年手上的功夫也有进步,要完全抑制她的进攻确实难度很大。 第三点就是意大利各个位置的球员都是技术流。 不管你是否喜欢意大利队,他们的全面性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他们的进攻依靠爱格努但不依赖爱格努,爱格努的进攻成功率高也有意大利整体进攻牵扯的作用。 另外他们的后排防守技术确实一流,尤其是大波塞蒂和德基纳罗两人,对后排一些不足的弥补确实让人头疼,其实意大利各个位置上的队员都是技术流的亲,老油条,这才是他们最难对付的地方。 那意大利女排就真的牢不可破吗? 其实不然,首先欧洲的球队并不惧怕意大利,萨尔维亚女排,俄罗斯女排,荷兰女排甚至是土耳其女排都有战胜意大利女排的时候,亚洲的日本女排同样可以和意大利对私舞局,说到底我们输给意大利还是应变不足以及临场的发挥不好,再就是机会把握不住,心里这一关不及格造成的。 是锦赛半决赛我们第二局打好,第三局本来也是胜利在望,可惜自己做没了。 意大利女排虽然有老将但是终归是年轻,没有中国女排这帮人马成熟,当然也要承认中国女排的网上硬实力要比意大利弱不少,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大队员保持住状态,小队员努力掌球,翻身杖才有可能打出来。